保险可以对这个农民的照顾 政府这个农部份帮我们最大 农民大战前农业部长陈吉仲 推动农民健康保险的重要性 因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日前跟农民座谈猛批陈吉仲做得很烂 还说推动农民保险是大撒币 我们所有的委员以及我们行政部门 大家终于达成了这个共识 其实农保条例是在今年一月立法院修法通过 每月投保金从一万二调高到两万四 当时明明朝野有共识通过 但现在柯文哲却批大撒币 只不过 因为农产品很容易遇到台风什么的 意外事件造成价格暴跌 所以他想要建立一个叫农民保险 柯文哲说的价格波动是在指农业保险 若因天然灾害病虫害等因素 造成农作物受损可以申请保险金 但这并非农民健康保险 柯文哲把两者混为一谈 让赖清德猛开酸 柯文哲主席如果没有讲的话 大家还不知道他对国政完全不了解 因为他竟然把农民保险跟农业保险 混为一谈 由此也可以中央看得出来 他对农民不关心 对农业也不支持 而赖伴更酸柯文哲 柯伯寡恩用精英主义鄙视农民 民进党立委更批柯文哲 想骂陈吉仲反被农民打脸 只好改批农保政策 柯主席有没有在天灾过后 到我们的灾区去看 有曾经做过这样的话 我相信他就不会对于农民保险 跟农业保险产生一些误解 柯文哲想打农保 却农民保险农业保险傻傻分不清楚 下次开战场前恐怕要先做足功课 三星王少羽黄英俊仍不难